連線蘇緯朔醫師 來談談藥症這件事 到底中央為什麼辭職 不願讓民間去買 真正的關鍵是藥症嗎 緯朔醫師 當然不是藥症的問題 那大家可以上 食藥署自己的網站去看 那我們打過非常多年的流感疫苗 那有些流感疫苗是有藥症的 像我們國鋼公司 自己的所謂國產疫苗 流感的疫苗是有藥症 這個大家都可以往上看得到 但是包括現在大家在打的AZ 莫德納的確都是沒有藥症的 就是剛剛講只有緊急授權 那BNT本來也是有緊急授權 而且緊急授權的這些文件 都已經寫在我們疾管署 自己的接種疫苗書上面 這個大家這幾天網站一定都看得到 我手上也有PDF的檔 雖然他們已經撤下來 我相信大家手頭上有很多是 還有的人是有紙本的 因為他已經去打過AZ的時候 那個疫苗書上面就有BNT 已經通過緊急授權 這樣的一個官方文件的一個說明 那現在政府的一個說法就說 沒有啦 那個都是廠商他們來 申請緊急授權 可是BNT並沒有來申請緊急授權 這個也是說謊 大家可以到AZ公司 就是阿斯特捷利康公司 在台灣分公司的網站 他寫得很清楚 AZ這支疫苗 是疾管署去申請緊急授權 然後由食藥署來同意的 這個應該還沒有下架 如果要下架 AZ沒有問題 現在問題出在BNT 因為所有的民眾都在質疑 為什麼不能買BNT呢 人家郭台銘也是要幫我們買BNT 為什麼不放行呢 他們就說BNT沒有緊急授權 這也是謊話嗎 當然是啊 因為緊急授權 本來就是要疾管署去申請 那疾管署如果沒有去申請的話 為什麼會寫在意願書上面 那是官方文件 對不對 公務人員如果把不實的訊息 寫在官方文件上 要抓去關 那叫做公務員不實登載 對不對 這個有哪個公務員 敢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BNT的問題 純粹是政治因素 因為BNT在我來看 是目前全世界最好的疫苗 為什麼 因為它4月的時候 在美國打到了12歲以上到15歲 因為BNT是唯一可以打16到18歲的 其他所有的疫苗都要18歲以上 只有BNT可以打到16歲 而BNT在今年4月的時候 美國他們打12歲到15歲的青少年 百分之百有效 從全人口裡面還只是95%有效 那個BNT 但是打在青少年 它是百分之百有效 所以5月的時候 包括美國 包括我們的歐盟 都已經給BNT緊急授權 就是可以打12歲以上的 那你想想看我們現在12歲到18歲是誰 就是我們的國中生高中生 現在全部停課在家裡對不對 過完暑假要不要回到學校 這一支是英國變種病毒 你不要想說要把它清零 結果你不清零的話 那麼你讓這些學生到學校 現在不是空氣污染 不是有天氣態度要開冷氣機嗎 那你看冷氣機是不是要關起門窗 在裡面空調循環 那請問這樣子下學期要怎麼開學 那唯一的解決辦法 就是BNT進來打 打了之後你 國中生當然不是每一個家長都願意讓孩子打 像我就願意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已經實驗到 連六個月大的嬰兒都在做人體試驗 也可能年底就會通過嬰兒的 表示他的安全性最高 事實上如果說以目前 全世界的疫苗接種策略 因為18歲以下通通不能打疫苗 那你永遠人口裡面 就會有一群人是沒有免疫力的 他可能就會成為所謂的 變種病毒的一個破口 但是如果說真的有辦法 六個月以上的全人口都可以打的 這樣的疫苗 就有可能終結全球的疫情 那回到台灣來講 我們繼續要把籃框拆掉嗎 青少年都不要讓他出去戶外 那你唯一的辦法就是讓BNT進來 雖然現在青少年不是優先打的順位 但是假設去年東洋簽到的那3000萬劑的BNT 現在已經進來台灣了 3000萬劑可以打多少人 1500萬人口 加上我們手頭當拿到的600萬的莫德納 還有將近200萬的AZ 也許連日本再捐贈的這所謂一億 2000萬劑的AZ下來 那我們其實可以覆蓋全人口 12歲以上 通通可以打 而且到了年底以後國小也可以 那可能到明年初連嬰兒都可以打 基隆已經有兩個月大的嬰兒確診了 那你嬰兒還是有可能會感染 所以我是覺得說緊急授權這件事情 基本上BNT是沒有問題的 政府不要再說謊 好 謝謝蘇偉師 醫師接受我們的視訊連線 在疫情嚴峻的當下 到底是人命重要 還是意識形態重要 到底是我們的財產重要 還是意識形態重要 因為柯P說如果再這樣下去 再過三個月 餓死的會比病死的多 剛剛其實蘇醫師也特地談到 這一次是變種病毒 沒有那麼容易處理 也沒有那麼容易打擊 所以我們來看 在我們醫療系統的這件事上 中央 地方為什麼說法一直不一致 確實在醫院的硬體 那麼雖然足夠 但是人力 那麼因為需要到 很多其他科的人力 共同來調度資源 需要一些時間 一兩個禮拜之後 大概都陸陸續續到位了 病床一定沒有問題 那只是說需要一些調度 雙北地區我們目前 那麼病床數是足夠的 我如果今天還在台大當柯P 你知道 石松良還在急診處當VS 你知道 你敢講那種幹話 早就經歷就砸過去了 這個醫院的轉換是需要時間的 你們這些中央官員 不要坐在辦公室看報紙 中央官員不要在辦公室看報紙 多厲害台灣到底有沒有 目前台灣目前這一波都是英國變種病毒 所以大家好像還有點放鬆 說好像全世界現在很害怕的英國印度變種病毒 或者是南非變種病毒跟台灣無關 那特別是19號那時候有宣布說 暫緩那個人事入境 但是大家沒有搞清楚 他是暫緩外籍人事入境 我去抓了這個入出境的資料 每日三大機場入境的人數 大家看到有沒有嚇到 還是這樣子好幾百人上千人在入境 而這些入境的人都會用掉我們檢疫旅館的能量 而且如果我們不小心在檢疫的過程中 跟之前的檢疫旅館一樣 他還是污染散播出去的 甚至他進來以後被發現他是陽性 他必須要進到我們的醫院去治療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醫院裡面的病毒量很高 而且我們知道我們的防護設備 像N95最近聽說大家到省著用 奇怪我們不是口罩國家隊嗎 怎麼現在還在缺N95口罩 N95要重複使用 對 聽起來怪怪的 那如果在病毒量這麼高 醫療人員這麼過勞 免疫力比較差 然後他們很繁忙的狀況下 你相不相信他們有可能還是會有疏漏 不可能把無菌做到非常好 那如果變種病毒逃脫了 進到社區了 那這一波我們現在全台灣就是 除了醫護人員 大部分有第一劑的A力之外 事實上是沒有保護力的 全體是沒有保護力的 好 我們來看這個新的越南發現的混合變種病毒 到底多厲害 這邊是英國變種病毒 這個B117 對 然後這是南非 這是印度 現在就是說它兩個混在一起 我整理下一張表 先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的結合 先給大家看一下 對 我們一直在講這個突變 就是說它在跟我們細胞結合的位置的附近 我們原本抗體要去攻擊它的位置 它把它突變了 做了一點形態形狀的改變 導致我們抗體要去結合它不太容易 這就是所謂的 我們必須要產生更多的抗體 用更強更好的疫苗 才有辦法去預防 已經突變過之後的病毒 OK 下一張 好 我們來看下一張 所以剛剛介紹英國變種病毒 南非 巴西 印度 其實不用把它看得那麼複雜 突變就兩個方向 第一個 增加傳染力 如果你有這些特性的話 它可以增加傳染力 所以英國它得到了N501Y 它增加了傳染力 但是它沒有其他的這個抗體逃脫的突變 所以看起來還可以 就是我們現在的狀況 但是抱歉 印度的變種病毒 它有D614G的增強傳染力的能力 它竟然還有兩個抗體逃脫的一個位點 所以如果你的傳染力又增加 你的抗體逃脫的能力也增加 哇 我們會混出一個超級大魔王出來 那這個超級大魔王 我不太懂什麼叫抗體逃脫 意思是連打疫苗都不好嗎 是這個意思嗎 比較差的疫苗就對付不了 那我們看下一個 我們最近的一個paper 這個是前幾天才出來的paper 它前面是先介紹說 你如果是染病之後 那你的抗體會越來越下降 你會越來越沒辦法 灰色就是代表你沒辦法去中和這個新的這個印度變種病毒 它剩一半 但是如果你有打輝瑞把它補一劑輝瑞 它就可以把保護力拉回來 那接下來就要講更重要的 它比較輝瑞跟AZ疫苗 就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打輝瑞打完八個禮拜之後 對這個英國變種病毒 對南非對印度變種病毒 保護力都不錯 代表它就算那個抗體位置形狀變了一下 我們的抗體還是足夠把它辨認出來 這些BNT 對 這是輝瑞跟其實跟那個莫德納斯一樣 都拿了疫苗 那16週之後有一些就不行了 有一些南非就對焊不了 那我們來看 我們現在全台灣所有的醫護人員 大部分都先打過一劑AZ而已 我們來看打完一劑AZ造成的效果 完全防不了 只剩下8% 有沒有 完全防不了 幾乎所有90%的人 他遇到變種病毒 還是沒有保護力 所以我其實一直在想談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一次的莫德納 十五萬劑進來了 為什麼很多醫護人員在五月十五號 這是官方數據 五月十五號之前 這波疫情之前 我們的很多部立醫院 醫護同仁全院施打AZ疫苗的比例 只有15%附近 因為他們要等莫德納或輝瑞 大家就在等莫德納 而卡住了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是那一條條文叫做 如果你先打了AZ疫苗 我後面就不准你混打莫德納 那大家醫護人員對疫苗 對這些抗體最清楚 他知道我只靠AZ我防不了 所以我當然寧願等一下 因為原本說五月中莫德納就要來 為什麼醫護人員需要這麼高的保護力 是因為打疫苗不是不會得病 他只是不會重症 如果你打疫苗得病了 那你帶著病毒 你從第一線回到社區傳染給你的家人 這沒有不是沒發生 不逃事件的時候 一個護理師她的婆婆就因為這樣子 染疫身亡 在抗疫的這一場戰爭 我們的醫護人員是第一線作戰的戰士 當然不能倒下 但我們看到我們的醫療系統 我們中央說很緊張但沒有崩潰 但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在新莊某醫院的急診室外面 民眾睡在外面 幾乎沒有 也就整個醫院都沒有病床 他們必須在外面像野戰這樣子 搭棚子在外面 你說我們的醫療系統沒有崩潰 只是很緊張嗎 如果你去對照美國那邊的狀況的話 美國它當時的很多醫院的外面 有那種白色的帳篷搭起來 你會想說為什麼這些病人 要把它拉到外面去放在戶外的環境 這個跟當時環境中的病毒量是有關的 也就是說這些病人 你可以想像醫院裡面的病毒量 一定是最高最危險的 這些人他們準備住院了 他們等待的時間 如果拉到戶外通風的話 的確這個地方的病毒量比較低 醫療系統現在緊張到什麼程度 看到這個圖片 就想說什麼負壓隔離病房 怎麼會丟一個抽風機 當作說這個就抽風負壓 這個看起來觀感不佳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美國的那個醫院外面白野戰病床 帳篷或者是白色的 那個臨時搭進的這種地方 那我們這邊比較陽春一點 就像在台北醫院外面 大家就直接在急診室 搭個棚子拉起來 我們必須要了解未來 如果疫情沒有被控制住 就是如果我們真的繼續往後走 那個確診數量越來越上升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需要快速的改裝 像現在有很多醫院 他們上面推說你要加開病床 那他們院內的動線就需要重新規劃 重新規劃的話 一些抽風機這些設施 你就不能夠臨時去改建 其實就蓋方艙 讓輕症住在方艙 不要去佔了這些重症 或者需要醫療的人的病床 其實這是一個說法 就是我們其實有在想 如果我們可以像美國的野戰醫院 拉這樣子帳篷出來的話 這是一個方法 但是還是那句話就觀感不佳 因為政府就一直說 我們的醫療量能夠 民眾會一直認為 我們所謂的醫療量能夠 是每個人都住到隔離病房 一人一室 醫療量能夠 那個人 我才幫你 我自己來說 那個人 你